小猫呆忙蠢笨 而小团子却十分可爱 这步他开始学起了走路 也不知是太肥还是咋的 这小团子看起来 怎么有点爬不动的感觉 经过许久进行照顾后 他又长大了不少 但却逐渐变得瘫痪起来 对于他的玩具 一只宝贝的步行 放出后就不肯松手 特别是他的小红木 一天并会骑上一个钟头 这个人们理解了什么 叫百万不业 这天三人捉弄他时 默设了他的宝贝玩具 小团子发现后 立马趴了筐 扎实的 你快把宝贝还给我 不然追上后我就撞死你 说来三波也要不回来后 他直接气得满地打滚 最后都开始用头中墙了 这实在是太有趣了 朋友们 你们喜欢这些条件 卡的小团子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